牠那麼粗,我本來以為會有咬勁,結果沒有 牠完全是爛的狀態 真的斷過來了,我在幹嘛?我吃不懂啦 大家好,我是蓮 出二位 我們現在在台中 現在早上10點剛起床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是爆吃台中 吃到爆 第一站,第五市場 這個市場聽說是比第二市場更在地的一個市場 我看起來應該也是 看得出來啦 因為全部都是那個就是人家買菜 真的真的在買菜 然後我們第一站要來吃蚵仔米酸 送啦 不要再玩了 我要跟大家說這個大腸麵線真的很好吃 昨天我們開直播 然後很多台中的朋友推薦我們來吃這一家 這超級好吃 我第一次吃到加紅蔥酥的大腸麵線 我不是大腸麵線那個就是愛好者 剛才我只能說這一碗真的超好吃 它的大腸也超好吃 專業的講評給蓮蓮來講 但是這個真的超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一般我們吃到蚵仔米酸是那種醬油 然後加蒜泥 然後加香菜去調味 這個蚵仔米酸是一點醬油 很淡的醬油 所以你單吃那個麵線本身不太鹹 但是它加了很重的油蔥酥的那種調醬 然後加的是九層塔碎末 我覺得這種調味方式真的是 讓人有驚艷到的感覺 然後油蔥酥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這整碗吃起來超級令人驚艷 真的是超棒的 沒有在開玩笑 超棒 然後它的蚵仔本身是直接下去水煮 沒有先裹一整粉 所以吃起來不那麼嫩 但是蚵仔吃起來還是滿新鮮的 然後大腸就超級好吃 大腸是滷的非常入味那一種 同時來保養大腸應該有的Q度 最後是這個肉條 肉條是醃過了之後 裹粉下去煮的 所以肉條還滿嫩的 然後米酥整碗三種料都有不同的味道 我覺得另外一個很特別的點是 它的麵線是那種沒有煮爛的麵線 然後台中麵線是特色就是長這樣 就是它不是那種麵線煮到爛掉斷掉 吃不出麵線口感 這還吃得出一點麵線口感 但同時它的勾芡的量又剛好 不會說你麵線夾起來 然後下面一堆勾芡的湯 它是可以很好的附著在上面 讓它味道沾上去的 我覺得這碗汁是完美的 好爽 加醋吃更好吃 吃完了 我覺得一個好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讓你吃的時候很過癮 然後吃完的時候口齒流香 一直會想再吃下一碗 真的是大推這個東西 去叫一家吧 買個飲料 紅茶餅 就來挑戰市場紅茶了 不知道會不會又太雷了呢 我們點了一番湯 很正常紅茶 何不太出來 有什麼值得推薦的地方 不一樣的饅頭 它賣了很多餅類 然後這個也是專門觀眾推薦 這款饅頭還蠻好吃的 就是真的一個大饅頭才去烤 它這饅頭是介於蓬鬆跟扎實之間 就是比較正常的一個口感 但是我覺得它麵粉蠻香的 就是越嚼那個甜味會越出來 然後上面烤得特特的這一層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的脆皮的感覺 那還蠻好吃的 好來台中文學館逛街 台中文學館逛街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中文學館 其實只是路過 這邊是很漂亮的老宅 我本來以為這邊應該會有一個大展館 但好像是比較多小的 就是房子鑄成的一個地方 而且要出來玩 要多多洗手 注意身體健康 不要噴啊 我們剛才在那邊逛一逛 然後路過看到一家排超長的蚵仔麵線 我們就加入了 這家又很有名 這家叫樂群蚵仔麵線 我大概排了半個小時才拿到蚵仔麵線 但是我覺得這一家的蚵仔麵線 味道有點太重了 它的麵線是比較粗的那一種 其實是吃得到麵線的口感 然後它那個調味很像沙茶 那個很重油沖的那個醬汁 我覺得太油太鹹了 比較值得稱讚的是它的肉根跟它的蚵仔 其實吃起來都還不錯 蚵仔雖然小顆但是蚵仔味蠻香的 大腸的部分我覺得就蠻不推的 滷的不是很入味 然後也沒有特別的Q彈 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大腸 這一碗其實就比較適合那種 喜歡吃重口味的 你平常吃重油重鹹的話 那這一碗應該很推 吃了這兩家 它的調味都是油蔥酥加九層茶 我很喜歡耶 我覺得比傳統那種醬油蒜味 我都還喜歡 可是我古之裡是個台中人 經過了一家叫太空紅茶的店 這一家好像也是蠻厲害的紅茶 對 然後聽說它以前是那種塑膠袋裝的 很古早味的紅茶 我們決定進行一個吸管交界儀式 這杯就母湯 你要浪費吸管 同樣都是差不多一分糖 這個太空紅茶好喝很多倍 這邊更喜歡這一家的朋友說 對不起 太空紅茶的那個紅茶味就是 茶香不知道濃了幾百倍 同樣都是一樣甜度喔 非常古早味 的那一種早餐點紅茶 喔這個我喜歡 大家來第五市場買太空紅茶 不要買這個好嗎 今天結緣了我覺得 結醜 我們現在要結束第五市場行程 然後去吃小廣東飯 為什麼我們車上會插著一隻陌生的太空紅茶 這樣真的很沒品耶 我知道這裡垃圾很難丟 但你也不能這樣亂丟吧 真的耶 我們來到蕭家礦肉飯 現在下午一點多還是人超多 這一家是我以前第一次來台中的時候 吃的礦肉飯 我一吃就挨上台中礦肉飯了 這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它的這個卡口是滷得最爛的那一種 這皮雖然還有形狀 但其實已經滷到已經爛透了 它一抿其實就劃開來了 這個瘦肉真是蠻酥爛的 就是你吃得到肉的紋理 但是完全不塞牙縫 就是你進去一抿它其實肉的主子就碎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酸菜 這個酸菜是放在旁邊一大桶隨便你夾的 這個酸菜就是有一點去油解膩的功能 因為你吃這個畢竟它是比較爛一點的那一種 所以會稍微有一點油膩 那你就這時候搭配酸菜一起入口 然後加上那個飯的肉汁啊 這碗礦肉飯的好吃就是 你不會想要再配其他小菜 就這一碗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了 這一家都很好吃很便宜 就是礦肉飯才65 然後小菜一下盤只要10塊錢 但是我們這幾天在台中吃到 就是最喜歡的礦肉飯 這一碗好吃的礦肉飯最大的尊敬就是 把他吃乾淨 我們到柯博館了 可是有人來買芋頭餅 感覺我的胃是個無底洞 這一家好像蠻好吃的 這邊有觀眾 對我們昨天開直播的時候 觀眾推薦我們吃這一家的芋頭餅 說非常好吃 吃看看喔 他外面那個皮啊 雖然他不是現炸 已經有點冷了 但外面那個皮很酥 然後很酥的皮完 之後中間是一層比較像麵包餡的那種口感 然後最裡面就是芋泥 他這芋泥是那芋頭的香氣 然後不會非常甜 我覺得還蠻棒的 去吃大便跟路上看到了一個很鹹眼的招牌型的 精英肉圓 蛤精肉圓嗎 沒有精 水精肉圓 然後 他看起來很厲害 我們查了一下 Google有4.3顆心 所以我們決定來吃一下 好喜歡這種感覺喔 說走就走 說吃就吃 肉丸啊 非常非常Q 他的皮是 他是用油炸的嘛 所以皮很Q 然後裡面那個肉非常的入味 吃到一點點肉塊的口感 然後還有一點筍子去增加那個清水還有筍的香甜 我覺得他的調香也還蠻厲害的 白白色應該是糯米醬吧 對 就有點蜜 然後甜甜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點醬油 加上香菜 其實就是 很一般大家常見的那種 肉丸的調味 但是他這個調的剛剛好 不會過鹹 帶一點點甜 我覺得很好吃 超級好吃的 要加嗎? 可以加湯 好好的給他加一下 可以加喔 謝謝 哇 他很精準的看到我湯快喝完 恐怪我有沒有加湯 阿伯讚 怎麼辦啦 我獲得一碗全新的湯 還送我 太感人了吧 那這個是什麼 豬肚湯 然後它分成兩種豬肚 就一個是顏色比較白的 然後一個是顏色比較深的 我吃那個顏色比較白的豬肚的時候 本來有預期就是要多咬幾下嘛 就沒想到我一咬 就咬斷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嫩的豬肚 反正我人生中很少吃到這麼嫩的豬肚 然後也沒有什麼奇怪的腥味 就是一個口感的感覺 然後這個湯頭就是蠻傳統的一個味道 就是有點薑絲 然後感覺應該有點鹹菜或冬菜 反正就是那一類的味道 比較醃漬類的一個湯的味道 所以整個搭配那個豬肚湯的喝就是很好喝 這種就是今日旅行中的小驚喜 溫馨的店然後好吃的店 還不用排隊 對 不知道第幾餐 櫻財路大麵羹 大麵羹是我 這一次中課才發現 台中一個特色美食 我以前突然都有聽過 然後聽說也是非常在地人 才會喜歡的口味 我覺得很獵奇 想要試試看 想購買啊 對 我很久沒有對一個食物這麼充滿好奇心的 很像爸爸中午買的麵 放到晚餐才吃 它這麼粗 我本來以為會有咬筋 結果沒有 它完全是爛的狀態 我覺得搞不好它做得超正宗 只是因為我們兩個不太懂它的東西 就是能享受大麵羹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美食的精髓 還是說應該要加這個辣醬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我們上次吃西豆粉 沒有加那個那一堆調味料 然後就被瘋狂吐死 怎麼表情變怪 沒有啊 它就是那種台中那種東圈辣椒醬 好險喔 這個更怪耶 我在幹嘛 我吃不懂啊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就有點像是寶寶食品 就像米餅一樣 就你吃起來不會覺得特別好吃 但是有一點療癒 所以你會一直吃 我現在已經開始慢慢可以感覺到 它好吃在哪裡 然後我決定就把這碗大麵 印象留在這裡了 我也不想再多吃一碗 會多吃什麼東西 我們吃下一個東西吧 甜點 最後一家東東圈 其實我們昨天小燕已經吃過了 所以對它還蠻熟悉的 這一碗的話是50塊 基本上是三種料加上芋圓 它的配料我覺得都蠻中規中絕 就是沒有特別提出了 我覺得芋泥的話 是這幾天吃到比較好的一個 所以它雖然有點甜 但是它的整個質地 那個口感 是很 就是有點膏狀的 然後就是非常的綿密 你吃不到這種芋頭的顆粒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然後再來是它的芋圓 它的芋圓 一開始吃的時候會稍微有點軟 你要放在冰裡面泡一下 它那個Q度就會回來 然後我覺得它芋圓或是地瓜圓的詳細都夠 因為它料給蠻多的 所以50塊一碗的話 我覺得其實也還可以 其實我覺得是一家如果我坐在台中 會蠻常來吃的一個店 就是無腦好吃啦 好啦 那我們吃也差不多了 該回家了 這一次從早上吃到晚餐 那超級過癮 可是也不會特別的飽 因為我覺得我們都吃小吃類的 所以說沒有就是飽到瘋掉的感覺 就是走走停停 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對 這一次來台中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我記得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就好像是我長大以後來那麼一次 就是沒有特別的印象 但這一次我還蠻喜歡的 大家還有什麼覺得很好吃的 可以推薦給我們的 也可以歡迎底下留言喔 真的 不管你要我們去哪一個城市 爆吃或者是台中還有什麼好吃的 那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